有机农业大发展 安全用药最关键 化学农药危害大 生物农药有良方 本期农广天地带您详细了解生物农药木霉菌 敬请关注 传播农业科技经营知识 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你好观众朋友 很高兴和您相约在农广天地 我是曾璐 众所周知 在农业生产中 化学农药对于防治病虫害 具有高效便捷成本低效益高等优点 然而长期依赖和不合理施用 已经造成了抗药性害虫大量增加 生态平衡被破坏 以及农产品安全隐患等一系列问题 严重的阻碍了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而生物农药就是为了避免这些现象的发生 而研制出的新手段 其中木霉菌就是一种微生物类型的生物农药 在生产中应用普遍 效果显著 木霉菌在自然界中存在的非常广泛 地球上几乎所有的纬度地区都能发现它的踪影 这些长有植被的土壤里是木霉菌最主要的生活场所 不过在植物的枯枝落叶上 腐败的果实上 以及有机肥上 也能很容易地发现它们 用肉眼我们是很难看清木霉菌的 要想清楚地观察到它们 需要将它们从土壤等环境中分离出来 在培养机上培养 形成菌落 菌落是用同一种木霉菌在培养机上进行繁殖培养形成的 菌落的形态和色泽不同 意味着木霉菌的种类也不同 到目前为止 已发现的木霉菌种类大概有一百多种 其中最常见的是哈斯木霉 绿色木霉 钩状木霉 长枝木霉 康式木霉等 在农业生产中应用最广泛的是哈斯木霉和绿色木霉 在北京市职宝站 科技人员正在进行哈斯木霉菌的培养实验 让我们跟随它们去一探究竟 将接种好的哈斯木霉菌包子培养机放在25至28摄氏度的环境中进行培养 大概经过6至7小时的培养 在显微镜下就观察到了由包子萌发长出的很多细丝 这些是哈斯木霉菌的菌丝 木霉菌的营养体 相当于植物的经验 培养到24小时 菌丝已长得枝繁叶茂了 但重叠的很少 这时候是观察菌丝最好的时间 菌丝的颜色是半透明的白色 火带有一点点绿 很细 直径只有2至4微米 大约相当于我们头发的二十分之一 菌丝上有很多分支 分支上又可以继续产生分支 很快菌丝就会变得密密麻麻 到了第36小时 在培养机上已形成一个直径在三厘米左右的均落 一层薄薄的白色丝续状物 并以接种点为中心 呈放射状 向四周延展 看起来生机勃勃 随着时间的推移 菌落在不断的生长 扩大 菌落上出现了一圈圈 疏密相间的轮纹 啥是好看 到了第三天 菌落就长满了整个培养密 第四至五天 颜色开始变绿 密的地方越来越绿 上面菌丝纵横交错 层层的叠加在一起 似乎还有许许多多的极小颗粒物 在显微镜下放大一百倍时 看到的是这种景象 放大到六百倍时 呈现在我们眼前的画面 实在是令人惊奇 树一样的菌姿体上 长满了瓶状一样的结构 瓶状结构上面的 这些圆形或椭圆形小球 是木霉菌的分生孢子 通常 分生孢子在菌丝生长48小时以后 就开始产生 颜色多为浅绿色或无色 大小在二至五微米 成熟以后会脱落 后期菌落变绿 就是由于产生了大量分生孢子的缘故 哈茨木霉的产包能力极强 木霉在遇到过冷或过热等极端的环境时 往往还会产生适应性反应 在菌丝分支的末端 形成近似圆形或椭圆形的后圆包子 后圆包子通常也为无色或浅黄色 细胞壁有加厚现象 大小是分生孢子的五至六倍以上 对不良环境的适应能力要强于分生孢子 在土壤中至少能存活二十个月左右 分生孢子萌发生长形成菌丝 菌丝生长分之后形成分生孢子梗 分生孢子梗上形成瓶状结构 产生分生孢子 如果遇到极端环境条件 还会形成后圆包子 这些就是哈兹木梅菌的整个生命历程 同时也是其他种类木梅菌生活历程的写照 现在来看 木梅菌只要是防止整菌性的病害 尤其是头专心的整菌病害 像副卫病 行卫病 利库病 异病 等整菌性病害 最近研究报道 木梅菌的有些细菌 也有一些抑制效果 甚至在对有些木梅菌能够寄生性成 但是这些新菌是在去研究阶段 还没有生产阴影 木梅菌作为一种真菌微生物 应用范围非常广 能够防止多种植物致病真菌 以菌制菌 木梅菌为什么能够战胜真菌病害呢 这是因为它的生长速度和诱导抗性等竞争优势 决定了它的防病机制 首先是它长得快 具有很强的养分和空间竞争优势 我们可以通过哈茨木梅菌和镰刀菌的生长竞争比赛来验证 将哈茨木梅菌和镰刀菌的菌块分别接在 含相同培养机的不同培养皿上 放在25摄氏度的环境中 同时进行培养 这些分别是24小时 48小时 72小时的培养结果 每一个阶段哈茨木梅菌长成的菌落 都要远远大于镰刀菌 培养72小时 哈茨木梅菌的菌落就已长满了整个培养面 而镰刀菌的菌落才仅仅长到培养面的三分之一还不到 在自然界中 木梅菌就是这样通过快速生长 先把植物组织 比如根系周围的空间给占住 使病原菌的生存空间减少 从而使病原菌没有太多的机会侵染植物组织 另外 木梅菌不但长得快 在遇到植物病原真菌时 还能分泌抗生素和细胞壁水解酶破坏其菌丝 使病原菌的菌丝无法正常生长 从而起到抑制病原菌生长的作用 这种作用也被称为结抗作用 下面这个实验可以帮助我们更加直观的了解这一作用 将镰刀菌的菌块 哈茨木梅菌的菌块 同时接种在同一个培养皿靠近边缘的部位 这叫平板对质培养 看看在这个平板上会发生什么 24小时进行对比 哈茨木梅菌的菌落同样也远远的大于镰刀菌的菌落 大约48小时 双方菌落的一部分开始逐渐靠近接触在了一起 如果在显微镜下观察两种菌相遇时的状态 就更加真切了 哈茨木梅菌快接近镰刀菌时 菌丝增粗 这是在准备进入与镰刀菌进行短兵相接的较量 大约过了72小时 双方的菌落在接触的部分 形成了一道明显的分界线 同时哈茨木梅菌开始对镰刀菌的菌落形成合围之势 到了96小时 哈茨木梅菌就基本上完全合围了镰刀菌 这道清晰的分界线也叫翼菌线 放大了看就像是一道铜墙铁壁 如果是显微镜下 我们可以看出双方交战的场面有多么惨烈 镰刀菌的先头生长军部队 被哈茨木梅菌牢牢地困锁住 无法继续向前 这困锁的武器就是分泌的具有杀菌功能的抗生素和细胞壁水解酶 同时哈茨木梅菌菌菌丝还会进入到镰刀菌的菌丝里进行寄生生长 从而使这部分镰刀菌的菌丝不能正常发育而死亡 我们在双方接触24小时后的镰刀菌菌落上 会发现有木梅菌的菌丝 包子 特别是随着双方菌落上包子数量的增多 木梅菌的菌落开始变成了绿色 而镰刀菌的菌落则变成了粉紫色以后 这些集中成团的木梅菌分生包子 开始在镰刀菌的菌落上大量产生 并且越来越多 最后镰刀菌的菌落就这样被逐渐瓦解掉了 再有就是木梅菌能够诱导植物产生抗性 使植物的抗病性提高 木梅菌接触到植物 有极少的一部分是可以侵染到植物表皮下的 但它们并不进入到植物细胞里面 也不会吸收植物细胞的营养物质 因此对植物并没有损害 但这样却可以刺激植物产生应激防御反应 从而获得抗性 这就和我们人类接种疫苗的效果一样 除此之外 木梅菌还可以增加土壤中营养物质的溶解 促进植物的生长 如木梅菌具有解磷的作用 能够溶解土壤中比较难溶解的磷酸钙 使磷释放出来 满足植物对磷等矿物质的吸收 从而提高植物的健康水平 间接地提高植物抵抗病害的能力 生物农药木梅菌 可以快速增加土壤中的有益菌群 在植物根系表面形成防病保护层 从而有效抵抗致病真菌的侵害 保护和促进作物根系的健康发育 那么在大自然里的木梅菌 是怎样转变成如此有效的生物农药呢 在农业生产中又是怎样应用的呢 科研人员要先到野外采集 还有木梅菌的样品 在植被丰富的地方 表层土以下 5至30厘米的土壤里 木梅菌较多 同时杂菌也比较少 将这里的土样采回去 在实验室内 用无菌水吸食100倍 然后在无菌工作台上 再一级一级的 吸食1000倍 最后将其均匀的 涂抹在培养机上 放在25至28摄氏度的环境中 进行培养 48小时就形成了 这样彼此独立的菌落 菌落里有木梅菌 还有其他杂菌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 将其中的木梅菌 转接到另一个培养皿上 进行纯化培养 提纯了木梅菌 选出菌丝掌势墙 产包量大 解抗能力强 可以进一步扩大生产 大规模生产时 培养木梅菌的用料 通常选用的是 比较廉价的麦夫 将麦夫和水 配成5%的液体培养机 灭菌后 在无菌工作台上 接入木梅菌中 然后在全温振动培养箱中 培养12小时以上 制成生产菌液 最后 在这些大罐里 进行液体扩帆培养 这个装置是 加菌液的地方 为了防止杂菌进入 加菌液的整个过程 都要在这种火焰形成的 无菌状况下进行 随着罐内搅拌震荡装置的启动 木梅菌的大数量级繁殖就开始了 在25至28摄氏度的条件下 大概5天的时间 形成的菌液里包子的含量 就可以达到每毫升几千万到几亿 当然 扩帆也可以将木梅菌 搬入脉腹中 进行固体培养 这样的培养方式 同样也可以产生大量的分生包子 这些菌液或固体菌料 就是生产木梅菌 生物农药的基本原料 可以通过进一步提纯 生产出纯包子之际 也可以和其他种类的防病菌 如枯草牙包杆菌等 一起加入到草碳等介质中 生产成具有综合功能的 土壤改良剂或抗虫茶剂 木梅菌在生产中的应用 有很多方式 可以用于种子处理 预防一些种传性 或土传性真菌病害 如玉米等直播大田作物 用木梅菌半种可以有效地预防 经济伏病 半种方法很简单 将塑料薄膜铺在干净的地面上 倒上要处理的玉米种子 用水将种子喷潮 拌匀 然后按照使用说明的用量 将木梅菌制成的粉剂倒在种子上 再拌匀 摊平阴干后就可以直接播种了 对于蔬菜等原意作物 可以用于进种 用木梅菌进种最好和温汤进种结合起来 这样效果会更好 我们以辣椒种子为例 先将辣椒种子加入55至60摄氏度的热水中 不断搅拌 使其逐渐降温 当温度降到30摄氏度以下时 再按说明要求 加入比较纯的木梅菌包子之际 搅匀 浸泡4至5小时后 将种子过滤出来 就可以进行播种了 育苗蔬菜 我们也可以在播完种后 直接进行苗床机制处理 将木梅菌按照需要的浓度配成菌液 用喷壶 直接浇湿在播完种的机制上 要注意浇湿的量 做到浇透不滴水 以免造成木梅菌的浪费 对于像辣椒这样 苗龄时间比较长的蔬菜 隔30天以后 可以再浇湿一次 苗床处理可以有效的预防促导 利窟等蔬菜苗期常见病害 对于田里的一些土传性真菌病害 如蔬菜里的辣椒义病 黄瓜枯萎病等 我们可以在蔬菜定制以后 将木梅菌按要求配成菌液进行灌根 有滴灌条件的 也可以将木梅菌加入施肥灌中 随滴灌进行 一般隔30天处理一次 连续处理两次就能收到很好的效果 另外 对于一些使用多年的温室大棚 在整地时 加入含有木梅菌的制剂 还可以起到防虫茶 改良土壤的目的 除了能够防治土传性真菌病害 木梅菌对叶面真菌病害 也有一定的预防作用 定期喷湿 也可以起到延缓和减少病害发生的作用 生物农药在我国的发展历史并不短 而且环保无毒 木梅菌还能够有效地预防多种病菌 使用方法也并不复杂 但是它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 却难以得到普及 究其原因 还是摆脱不了化学农药的影响 在木精 国内木梅菌 因应的不是特别广泛 我想主要的原因 有下几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木梅菌的防治效果 一般来说 50%到70%之间 没有化学能源那么优秀 作用也没有那么迅速 这就是说 我们的能民不太容易接受 第二个就是木梅菌 它是一种获得生物之籍 它的分身包子之籍 它的货架级 一般不费超过一年 所以产品生产出来以后 你必须赶快销售 赶快使用 它没有化学能量那么方便 能够存放两年 三年甚至很长的时间 再第三个方面 就是说木梅菌这种生物之籍 它阴影要求比较高 就是说 这个能民去阴影的时候 要注意的事项太多 没有化学能量那么阴影那么简单 所以限制了它现在 这个市场还不是很大 但是我却随着这个 呃 文业的发展 或者文化水平的提高 应该说这些状况 应该都会慢慢的改善 木梅菌是一种活性包子之剂 防制效果受温度 湿度 及化学农药等环境条件 影响很大 在生产中 要保证它的最佳使用效果 我们除了要按使用说明的要求 正确使用外 还要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 拿到木梅菌后 要尽快在短时期内 马上使用 以免木梅的包子活性降低 降低防制效果 这份有关木梅菌包子 货架存放时间的研究结果 说明得很清楚 分生包子存放三个月 活性只有原有的32%左右 六个月降到了7%左右 后缘包子存放九个月 活性仍能够达到原来的70%左右 12个月也只剩下不到15% 所以木梅菌使用时 一定要注意它的时效性 如果不使用 要放在2-8摄氏度的环境中进行冷藏 同时要注意防潮 其次 使用木梅菌的各种器具要专用 不能使用过杀菌剂 当然 更不能将木梅菌和杀菌剂一起混用 另外 在木梅菌使用前 要了解清楚地块以前杀菌剂的使用情况 要保证有足够的安全间隔时间 一些老菜区 如果土壤中曾经大量使用过杀菌剂 会有部分农药残留 这样会影响木梅菌的使用效果 还有一点 我们使用者需要特别注意 就是木梅菌的防病作用 主要是预防 应用应该是一早不一迟 要在发病前期 或者没有发病的时候用 一旦发病流行 防治效果就不会很理想 有些人可能会有疑惑 作为生物农药的木梅菌 它安全吗 它对植物就没有一点危害吗 怎样评判它的安全性呢 木梅菌是比较安全的 首先它对人和普遇动物 它没有致病性 这是通过多年的研究得去的结构 其次它对植物不致病 因为它生活在植物上 即使有少受菌菌 或植物产生一种更深的关系 它也是在情表皮增 跟表和细胞进细增生长 不介入植物细胞 所以它不对细胞致病 有一点要注意就是 它对蘑菇有寄生作用 所以蘑菇政治地区 要注意使用 随着环保意识和健康意识的增强 人们对环境和食品安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生物农药的推广使用 必将成为未来农业的发展趋势 与此同时 必须加强宣传推广 让广大农民朋友们认识并接受生物农药 掌握使用方法 用得好 综合效益高 才能让生物农药的发展前景越来越好 好了 本期农药天地就是以上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关注 如果您想查询栏目的更多内容和信息 可以登陆中国网络电视台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